话说这一日毅兵到了 姜维就带兵出去迎战 毅军阵上为首的大将乃是天水泰秀王旗 王旗一拍战马 冲出几步就立马站定 大声地喝话 看 姜维听着 我今天大军百万 上将千元 分二十路进兵 已经去到成都了 你不快快投降 还想横抗到底 真是不知天明 姜维听着生气 什么都不说了 停枪中马直取王旗 打了不到三个回合 王旗顶不住就大败走人了 姜维指挥人马 一路追杀过去 大约追杀了二十几里了 只听见金鼓齐鸣 一致兵马当头摆开 有面军旗上面写着龙西泰秀牵宏 姜维根本不将他放在眼内 你这些区区鼠背 算了什么呢 不是敌手 不和他打 不理他那么多 就继续带领军队向前猛追 又追了十里左右 就遇着邓崖带兵杀到 两支军队一撞到 立刻展开一场混战 姜维抖手精神 和邓崖打了十几个回合 不分胜败 突然之间又听见后面响起锣鼓 姜维这趟急忙下令退兵 谁知又得到后军来的报告说 金虫所有的刑寨都被金城泰秀阳恩的军队烧光了 哇 糟了 姜维大惊一惊 联亡叫一名副长打着自己的旗号 和邓崖打着先 自己呢 就带一支军队 漏夜赶去救金虫 走着走着就撞着杨恩 杨恩不敢和姜维交战 乱转头运山路就逃跑 姜维咬着美 穷追不舍 当他来到一座山岩下面 山岩上面猛灰的雷木炮石落来 打到姜维根本没有办法前进一步 吴前进德就要退回头了 怎知回到半老 那些属兵已经被邓崖杀败了 毅兵的大队人马就蜂蝇而离 一下就将姜维包围住 姜维就判了命 带着几个人杀出重围就扔回大营 山实圆门就一于坚守等待救兵 这一日流星马来到报告了一连串坏消息 什么呢 中会就攻陷了阳安关 守将长书投降 扶签战死 汉中已经被魏军占领了 落城的守将黄磡 汉城的守将长斌 知道汉中已经失了 也开门投降了 剩下胡继一个人孤立无缘 顶不住 就扔回成都请救兵了 姜维听到这一大堆坏消息 吓得大气惊 即使全令拔仔撤退 当晚 属军撤退来到强村口 遇到一支魏军难折 为首的将领就是金城太秀阳恩 什么是你呀 对 上次被你走掉了 这趟非杀你不可 姜维怒火冲天 纵马挺枪直取杨恩 杨恩和他打了一个回合 就顶不住 转马头就走 姜维用箭射他 哎呀 都不知为了什么事 可能是生气了 火遮眼 连气射三箭也无知射得中 姜维一发火 咔声自己咬断了弓 有一片匹马就挺枪追上去 怎知追了没多远 那匹马就挖一声 马失前看 将姜维整个打了到地上 杨恩听见后面呸啪啪 就不知什么事 你回头看一看 啊 原来姜维你带到地上来 好机会 一抹马就跑回来 上来杀姜维 姜维等他来到身边 突然间啪声跳起身 一枪抬过去 就刺着杨恩匹马的头壳 杨恩眼看着是这么大 幸好他命大 背后有一对艺兵冲到来 将杨恩救了他 姜维换过一匹马就正说想追 探马就一声赶到来 报告说 邓崖的大军在背后杀过来 唉 没办法 那就搞到姜维顾得头泥 就不顾得尾 就想收兵转去抢回汉中 谁知探马又来报告说 龟老已经被雍州刺史诸葛水撤断了 那又不行了 姜维只要选择了一个险要的山地 来扎落营寨先 为何耀军呢 又住宅在阴平桥头一带 慘了 姜维就搞到进退无路了 他长叹一声说 唉 天主定要我死呀 姜维心乱了 已经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 哈 幸好他是有个副将头脑清醒 他想了想便见耳话了 将军 现在毅兵截断了阴平桥头 那 在雍州他们必定兵少 将军你如果通过孔咸谷 直取雍州 朱葛水是一定要切阴平的兵马去救雍州 到其时 将军你带兵转去剑角守住 那汉中就可以收服了 好 好 姜维听他的 立即带兵入孔咸谷 炸作他夺取雍州 毅兵的偵探知道了 飞马去报告朱葛水 就吓着朱葛水 驾起来说 哎呀呀呀 雍州乃是我守卫的地方 如果有什么失算 朝廷是必定会问罪的 迷屈了 朱葛水是急忙撤兵 由南路去救雍州 只留下一支人数甚少的军队守住桥头 那么姜维他们运北路走呢 若莫走三十里 他想着毅兵起了城 就带兵转头 后队变前队 就撲去桥头 行了 果然的毅兵大队已经走了 剩下少数人守桥 被姜维一轮冲煞 就赶走他们 然后放火烧毅军的刑寨 朱葛水还未走得多远 他一听见桥头火烧 就快带兵回来 但是 等他带兵来到的时候 姜维的兵马已经过了半天 因此 他就不敢再去追 现在说说姜维他带兵通过桥头 一路急行军 走走走 左将军张颖 右将军廖化 率领着一支军队迎面而来 姜维问他们情况 姜维说 嘿 气死来 王浩他信了那些神婆的说话 不肯发兵 我听闻看中危急 就自己起兵来了 谁知阳安关已经被中汇佔领了 后来听见将军受困 就赶来接应 那两队人马会合之后 姜维的意思是去白水关 廖化认为 目前熟军四面受敌 混粮的道路不通 所以应该退守剑角再作打算 姜维心大心势 掌不定主义 正在这个时候 有报告说 中会和邓崖分兵十多路 一起杀来了 那 姜维想和张亦尿化分兵去迎战 尿化说 将军 白水地窄路多 不是争战的地方 不如退回救剑角更好 如果剑角一失 就绝路了 尿化说 有道理 姜维于是带兵直奔剑角 当他们上下来到关口 就带了二万兵来守着剑角 当日 他远远望见烟尘稟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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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稟 董军亲自跑到最前面来看看 哦 好啊 原来是姜维 尿化张亦 好欢喜 迎接了他们入关 互相敬礼 说一说 董军忍不住 就哭了上来 把后主刘禅和王浩那些事 说给姜维听 姜维听了就说 董公不用忧心 有我姜维在书 就不会给魏国来并针我们熟国的 我们现在先守着剑角 然后再慢慢来想办法打退敌人 董军说 这座关虽然可以守得住 但最糟就是成都没有人 如果敌人偷襲了 那大小就会肚崩瓦解 不怕 成都的地势非常险净 不是那么容易攻占 不用忧虑 正在谈 探马来报告说 魏军朱葛水大兵杀到关下了 姜维怒火冲天 立即带了五千兵出关去施杀 姜维一马当先 直撞入魏军的兵阵 左冲又得 哎呀 杀到朱葛水大败而走 退后几十里扎寨 这一场交锋 魏军死伤了很多人 属兵是绝获了大量的马匹器械 打赢了 姜维就收兵入关了 现在说一下中会 中会他率领大军 就在距离建国二十里的地方安好营 你一日朱葛水走到来服罪认错 还会很生气地骂他说 我命令你手硬阴平桥头 截断姜维的归路 为什么会失手的 嗯 又没有得到我的命令 就擅自尽兵 所以就导致这场失败 启品将军 姜维此人诡计多端 他炸帝去打雍州 我就怕雍州万一失手 于是就带兵去救 谁知道 这样就被姜维乘机走掉了 我一直追赶姜维去到关下 谁知道又被他打败 终会不理那么多 渴刀虎手拉朱葛水出去杀头 好 监君围冠 又为朱葛水求情话 将军 朱葛水没有错是有罪 只他是邓征西部下的人 如果将军杀了他 恐怕由伤和气 是邓征西 邓征西是谁 是邓崖 因为邓崖官封征西将军 邓征西就是他官咸的简称 宗征西将军 所以那些人也称呼他做中振西 宗征西 宗征现在 他见到惠冠向他求情 不听 他说 我奉得皇上圣子 进攻军命 突然来到土佛西属 即使是邓崖有嘴 该斩的 亦应当斩他 当时大家都猛劝中挥不要杀朱葛水 结果 中挥就没有杀他 即将朱葛水 锁在囚车里面 派人押他去洛阳 任由晋公司买超发落 接着 将朱葛水所率领的人马 全数收编入自己部下 听后调遣 这件事有人说了给邓崖听 邓崖真是火滚了 他说 哼 我和你的管界都一样高矮 而且 我镇守边疆这么久 对国家有这么大的功劳 你们终会有什么那么厉害 我妄自尊大 哼 他儿子邓宗就说了 父亲 俗语有话 少不忍则乱大谋 父亲若果和宗会不和 就必定会误了国家大事 请父亲先忍住 唉 好了 邓崖勉勉强强听从他儿子的话 不过他心里确是生气 于是他就带着十几个人一起骑马去见忠会 忠会听说邓崖来 就问左右的人说 邓崖带了多少人马来 宗会讨告将军 只有十几个人 嗯 好 于是忠会就吩咐在帐上帐下 排列好一队武士 总数有几百人 要先显示一下军威 邓崖来到了 他落马 进去见忠会 忠会就请他进去中军将坐 给此敬过礼 邓崖进来的时候 见到军容非常严肃 心有点不安乐 就用说话来挑吓他 借将军得了汉中 真是辞朝廷之大行 要快点想好计策 早日去佔领剑角 邓将军你高见如何 我哪有这样的本事 邓将军请你不要太谦虚 请你指教 以我来想 最好就是大一一支军队 由殷平小路出河汉中得阳亭 用骑兵之脊取成都 那将军必定撤兵来救 将军到到时承虚而夺取劍角 必定大获全盛 哦 邓将军这条计策妙极了 请邓将军马上带兵去 我在这里 就等将军你的节捕了 那两个人喝了一轮酒就分别了 会食材 又等到时承虚 和阮将军他再见 人人都说邓崖极有本事 是个能人 照今天这么看他 不过是个容才 请问将军 何以见得邓崖是个容才呢 欣平的小路 都是盘存在高山晋岭之上 如果熟兵用百多人握手险要 撤断他的归佬 那么邓崖的人马 全部都要饿死了 而我呢 就是跟着正道而行 谁有功不破熟兵的关键 是吗 于是中会就准备好云梯炮架 要攻打剑国关 现在回头说一下邓崖 他告别了中会走出圆门 骑上马 他一路走一路跟随从谈 他问 你们说 中会他代我是怎样呢 看他的神气 是很不同意将军你说的说话 不过他把口勉强说好好好感 他估计我夺取不到成都 我偏要拿到他 但是回到本寨 施转 邓宗等等的帮将领 迎接他入了中军帐 都问他说 今天见面 中振西有什么高伦 我将心比心 将自己实实在的想法 告诉他 谁知他将我看成是那种荣彩 他现在得了汉中 以为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功劳 他也不知道 若不是我在搭中 持纏着姜维 他怎么能够成功 我这趟如果夺取到成都 就是胜过夺取汉中多多了 当晚邓崖下领 全军拔仔起程 向着殷平小路进兵 就在离开剑角七百里的地方 扎落营寨 有人去报告中会 说邓崖要去攻打成都了 中会就一味笑邓崖这个人蠢了 有一天 邓崖写了一封密信 派一个使者带着信 飞马去向司马超报告 然后他召集全体将领来到中军将 就问他们说 我现在要事成虚去对对取成都 和各位一起建立不久的功名 你们肯不肯跟从我呢 愿从军令 万死不得迟 好 那么邓崖就命令儿子邓崇 带五千名精兵行先 就吩咐他们只穿一般的衣服 不穿盔甲 人人都带齐斧头 阻隔等等的各种工具 凡是遇着危险的地方 就着山开路 搭好桥梁 等军队顺利通过 然后 邓崇挑选了三万名兵士 各大干粮承索出发 若莫走了百多里 他就留下三千兵 就在这里拆债 又走了百多里 又留下三千兵在这里拆债 就是这样 在当年十月的时候 由殷平进兵 一直在那些沿崖潮壁走了二十多天 总共七百多里 都是那些只见树木 不见人伦的地方 毅兵沿沿路承索了几个刑宅 只剩下二千人马 这一天 他们走到一座大山 叫做摩天岭 连马都走不上去 邓崇就不骑马了 就这样步行上岭 走着走着 只见邓崇和一帮开路的壮士都在那里哭 为什么呢 邓崇就问他们为什么事要哭得这么凄凉呢 邓崇就说了 这座摩天岭的西边 都是那些沿崖潮壁 没有法子作得开 那 那 以前的辛努 全部都变了没用了 故似大家就在那里哭起上来 我的军队来到这里 已经走到七百多里 过到这里就是江游 怎么能够退回来呢 跟着邓崇就召集全体仗士对他们说 俗语说了 不不入虎月 已然得虎子 我现在和你们来到这里 若果获得成功 就和大家共享富贵 是 愿从将军之命 邓崇真是拼命 他叫大家把军困 背回来 然后他自己天uki 拿着�ľ 包含身子, 就在山上滴 那些副将有些厚毛衣服的 用来包含身子, 滴下去, 没有厚毛衣服的, 用承索扎着腰, 用藤挂鼠, 一个跟一个的琴下去, 就是这样, 邓崖邓中, 带着二千人, 以及一对开山壮士, 全部过了摩天岭, 透过气, 整顿好盔甲兵器, 又前进了, 走着走着, 见到路边有个石碑, 上面刻着, 丞相诸葛母后体, 还刻着几行字, 而火初兴, 又人愿耻, 以示憎恨, 不苟致死, 邓崖看了十分惊奇, 他马上对着石碑, 功功敬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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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护后, 真是神人, 我邓崖不能够拜他为师, 真是可惜, 而邓崖又继续向前走, 有一天, 他走到一个地方, 又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大营寨, 左右说给邓崖听, 将军, 听说诸葛丞相在山的时候, 曾经搏一千兵, 守着这个险要喊口, 后来后主刘禅就撤销了他, 邓崖非常感慨, 于是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是有来路, 而无无归路, 前面就是高光有成, 粮食充足, 前进就有命, 后退就死, 无必齐心合力去高功成, 大家齐声回答话, 我们决心死战到底, 大家齐心, 那就可以了, 于是邓崖又带着二千兵士, 就这样靠两只脚, 日夜急行军, 去抢攻江游城, 江游城的属军首将叫马廟, 他听闻说东村已经失去了, 那便作好准备, 不过呢, 他只是提防大陆这一边, 事关他似着有姜围, 全军守着劍各关, 他这些还是很安全的, 所以他对于军情, 就不是怎么着紧的, 这一日, 他操练猿人马回家, 就换过衣服, 和老婆一起围着火炉喝酒, 就歎其世界了, 唉, 各位, 用这样的人来守城, 就肯定是无行啊, 究竟江游城是怎样失去的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不想知道, 我听着陆军下来的时候, 不想知道, 我听到他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